国际同情犯落脚台湾 一家四口全台跑透透 四处旅行玩乐 西班牙籍男子奥纳德 在台生活多彩多姿 很难想象他正过着跑路人生 涉嫌在意大利犯下汽车租售诈骗案的他 潜逃出境后定居台湾 被害人一度透过媒体诉说 被骗经过 奥纳德成立租车业者分公司 假借出租1189辆汽车 转卖给不知情的第三者 不法获利至少3000万欧元 换算下来高达新台币10亿左右 意大利司法单位将他起诉后 西班牙警方也透过国际刑警组织 对他发布国际通缉令 消息曝光 移民署紧急向西班牙驻台办事处查证 确认他是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对象 13号晚间通知他到案 以他在国外有涉犯重大犯罪事实 恐危害我国公共安全秩序为由 要求限期离境 奥纳德在台逃亡期间 夫妻俩一共开了五间公司 其实还曾一语为奥 在他们开的餐厅外拍照留念 而奥纳德的太太因为有台湾永久居留权 2019年奥纳德透过疫情民意来台 隔年意大利破获诈骗案后 查扣800辆汽车 市价超过1400万欧元 2021年奥纳德取得台湾居留证 如今国外诈骗市政明确 移民署要他10天内限期离境 否则将驱逐出境 而会不会再到下个国家展开逃亡生活 就看国际刑警组织能否掌握他的行踪 明新闻正好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民事项目